人的身心总要有些仰仗 才敢对生活发起一次次的挑战 但很多的仰仗不是人人能有 时时能有的 如果你处在莫大的 无法克服的恐惧里 你还看得到生活的光明吗 今天和您分享莫言的一篇演讲稿 我们的恐惧与希望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除了饥饿和孤独外 那就是恐惧了 然而我们恐惧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 一直像是一个怪圈问题 我出生在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 在那里一直长到21岁才离开 那个地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了电 在没有电之前 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 蜡烛是奢侈品 只有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才点燃 平常的日子里只能用油灯照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煤油要平票供应 而且价格昂贵 因此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燃的 我曾经在吃饭时要求点灯 但我的祖母生气地说 不点灯 难道你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吗 是的 即使不点灯 我们依然把饭准确地塞进嘴巴 而不是塞进鼻孔 在那些岁月里 每到夜晚 村子里便一片漆黑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为了度过漫漫长夜 老人们便给孩子们讲述 妖精和鬼怪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中 似乎所有的动物和植物 都有变化成人 或者具有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 老人们说的啥有解释 我们也就信以为真 这些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恐惧 又让我们感到兴奋 越听越怕 越听越想听 我如此的怕鬼 怕怪 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 也没有任何鬼怪 对我造成过伤害 青少年时期 对鬼怪的恐惧力 其实还暗含着几分期待 譬如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希望 能遇到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 也希望能在越野的墙头上 看到几只会唱歌的小动物 几十年来 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 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 也是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总之有一部分人 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 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 有一部分孩子 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 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当然 也没有进入城市 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 而另一部分孩子 却因为祖先是穷人 而拥有了这些权利 如果仅仅如此 那也造不成恐惧 造成恐惧的是 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 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 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 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 而这富裕 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 有过一头毛驴和耕牛 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 就被赶出了学校 在漫长的岁月里 我一直小心翼翼 谨慎严刑 生怕抑郁不慎 给父母带来灾难 当我许多次听到 从村子的办公室里 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 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 发出的凄惨声音的时候 都感到极大的恐惧 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 都要严重许多 所以我才理解 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 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 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 现在我才明白 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 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 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 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 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 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 而对这些残酷行为予以褒奖的 是病态的社会 虽然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 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 还是心有余悸 我每次回到家乡 见到当年那些横行八道过的人 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眉笑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 心中充满恐惧 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 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 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 即将倒塌 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 就像我明知小石桥上根本没有什么鬼 但还是要奔跑要吼叫一样 回顾往昔 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 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 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 但最终我没有疯狂 也没有堕落 而且还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作家 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 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 那就是希望 我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 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 但由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 不要根绝 因为鬼怪故事和童话 包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没有被恐惧下退 不再遇到困难的时候退缩 就是还有希望 恐惧和希望 多像是在做逃逸的时候 人们的两只手 一只负责引导 另一只负责塑行 慢慢地就有了你我人生的形状 好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超语 祝您晚安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